隔空減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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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空減脂在一些客人身上是不能做的 當然第一個女生 如果是在懷孕的過程裡面 是不適合做的 那另外就是說如果之前 在身體裡面有放一些金屬的植入物 例如說有骨釘 在照射部位裡面 或是說有一些例如說像心臟節濾氣 這種金屬類的東西 在身體裡面的話 那我們會建議不要去施做隔空減脂 那通常來講的話 隔空減脂它是一個療程式的 一個治療 也就是說每一次做有它的效果 但是為了達到比較顯著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的一個效果 通常以原廠建議的話 是做四到六次 那我們肚子可以減少一吋的一個 一個腰圍 那我們在臨床上的感覺就是說 如果今天客人願意花比較多的時間 然後做比較多的一個次數的療程的話 效果都會遠比說次數少的 效果來得更顯著 那另外就是說 隔空減脂有哪些可以搭配療程 那一個就是我剛才有提到的就是說 如果隔空減脂可以搭配一個 讓淋巴循環好一點的療程 例如說像LPG 或是說像一些像衝擊槍去做一些筋膜調整 那它可以有效的呢 讓這些有離脂肪酸可以排掉 這是一個 那其他的話 例如說飲食上面啊 如果可以搭配啊 像有些人 他在這個做隔空減脂的過程裡面呢 他搭配使用 例如說生酮飲食 或是說低碳水飲食 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個 輔助的一個合併治療